最近时不时就会看见一些全新的互联网meme 你最喜欢哪座城市 我喜欢了South Hampton 我也挺喜欢曼 Manchester的 属实是中文眼瞅着到了嘴边 但Strong的心硬是把人逼到反出的程度 这样的热闹色怎么可能不错呢 研究了一下这部最新的《恋宗心动》的信号期 想说不愧是乐子的发源地 除了快制人口的城市topic 其余的内容含梗量也都着实不低 比如网友津津乐道的报歌名环节 把歌手盆栽歌的Viton翻译成周末 男嘉宾询问女嘉宾的姓名 单独强调自己相比中文更想称呼英文名 为了展示自己的名牌手表 吃饭时干脆手一直拖腮没放下过 约会时也要中英家杂志说话 不能说车而要说car 不能说一辆车而要说一辆car 一辆车realcar 一辆car真的是car 网友们的心路历程 从疑惑节目这是捅了B网老巢吗 倒对于经典语录道被如流活学活用起来 国产恋宗很抱歉用这种方式重新认识你 01恋学代替恋爱 什么是恋学 一种新的网络潮流 在说看来 在这个爱情是奢侈品的时代 普通人能够拥有的最好平替 就是恋学 心动的信号 作为内娱恋宗系列的天花板 过去让观众可得甜掉牙 现在怎么玩尬的了 这可能就是一个产品正常的生命周期 比如我们都熟知的初代恋宗《非诚勿扰》 一开始好看 是因为有部分嘉宾是真心来相亲的 节目火了以后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演员 不是为了牵手成功 而是为了继续留在舞台上 增加曝光度 现在心动的信号也一样 感觉像一群某红薯和短视频博主来充业绩了 和平台上的作风一样 首要的就是利人设 比如精致 高学历 上流圈层 布装 哪来的素材 哪来的关注度 比如这位男嘉宾 早上起来的第一件是 事业读鲁逊的昭花西石 直接让人跳戏到前段时间筒出篓子的公子哥 开宝时捷到证券公司实习 随身携带了一本金融学 谁看了不得说一声respect 另一位呢 住在面朝大海的香港小富士里 咖啡只喝现磨咖啡 穿衣服只穿西装 这个风格的博主 虽不用多说 你此刻已经自动脑补出一堆了吧 其他人的镜头 给过一个床头摆着埃隆马斯客栓 封面光洁如初 书几处看不到折痕 另一个则开着新能源汽车出行 不仅彰显了中产的绿色健康 这打着宝马的车标 更是把30到40个达布溜的消费力妥妥拿捏住了 说完男嘉宾 这边女嘉宾也不甘示弱 一位初见面就戴着12万的钻石项链和行家一眼识别的百达斐力手表 另一位也早被扒出富二代的身份 对比设没上七位数的兵力 这辆开上节目的奔驰53到70瓦估计已经是最接地气的一辆 等到嘉宾背景读取完毕 接下来的目标 是前往节目组为他们准备的爱情小窝 一栋豪华别墅 背景是整个艺术小镇 本来等所有人都入住后 所谓恋宗的暧昧和拉扯也就可以正式开启 对 想必你们也看出了截至目前的信息量 和留给互联网的画柄密集度 不同于节目组原定的恋宗氛围 整档节目从一开始 网友风评非但没有向真羡慕俊男美女的美好生活上靠拢 而是集体滑向了吐槽strong哥和strong姐的留学生魅力大赏 比如嘉宾动不动就提自己的留学经历 热缩蜡屏几年留学时 一生英文情 高中的时候在York旁边的一个小镇 那里比较小众 你是那种homestay 能对对对 聊起兴趣爱好 不是打高尔夫球就是潜水 他转身就向山海走去 在节目里除了谈恋爱 空闲时间不是看经济学原理 就是读黑赛版的鸡汤文学 聊起未来 清一色的要去念CFA 考NBA 但你以为这就是练学的全部了吗 并没有 因为心动欺上了热搜后 神通广大的网友诱火速扒出其他练宗的细节 坚持积累课见进修练学 争取早日毕业 比如个毕鹏然心动20岁第四季 嘉宾同样不是清北就是名校海归 知道的说这是练宗 不知道的还以为 哼 顶楼出了汉话版啊 其中有一段对话 女嘉宾问 你们在大学一般在食堂吃什么 男嘉宾答 你怎么知道我的学校很难进 很有名 很贵 图书馆能看到城堡 附近有三四个高尔夫球场 而且我是校队主力的 这表现于 圣盖而爬都不止 哥们你是圣干撑干跳啊 到这里你大概明白 恋学和恋爱没有一点关系 这是一套 以恋爱为名 构筑的阶级防护罩 自以为是透明的 但又把优越感标注的一清二楚 零二 内余的集装箱 草根的乌托邦 热度发酵后 有没有二本炼宗火塑上了热搜 上一秒刚从脱口秀下车的季夜 下一秒就整上了新火 你问我哪个大学毕业的 咬唇金池 我是毕业于山西省内最顶尖的一所三本母校小骄傲 它原名叫做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严谨 县正式更名为尽中信息学院郑仲 它是除了双一流以外 我们这的首选大学着重强调 来源小红书at季夜在搞喜剧 网友及私广义 纷纷点名自己想看的炼宗类型 全市大专职校二本 农村家庭 月薪三到五千 约会市去骑着电驴吃话来 是喝蜜雪冰城柠檬水 出去玩市去夜市扎飞镖 团建市收麦子 同时传统艺能也绝不丢下 坚持哪怕是三本毕业 也必须拥有自己的小布尔乔亚 但话又说回来了 观众们玩耿阴阳 沉迷练学 真的是讨厌嘉宾作假 反感综艺拉胯吗 当然不是 毕竟就拿节目设定来说 虽然许多人认为练学的真谛是庄 但里面大部分人的身份和背景 都是实打实的小资中产和富二代 比如某嘉宾12岁就去了哈罗公学 另一位的高中回忆是在伦敦街道上漫步 人均不论男女都是斜杠青年 动辄拥有三四个身份 这位是XX机构的创始人 那位是XX潮牌的主理人 而对节目本身的挑剔就更是无从说起 毕竟上了热搜 都没多少人真的去看这档综艺 在SIR看来 练学爆火的本质 其实是被抽象文化所掩盖的残酷 在爱情本就接近奢侈品 甚至科幻片的年代 练综艺出 拥有它的预知 似乎又被哄抬世家的 strong阶层内无限拉大 就像节目里 你嘉宾说自己最大的爱好是在海上自驾 最大的乐趣是把船加速到最大 感受海浪打过来的那一瞬 而听他说话的男嘉宾 此刻的共鸣显然也不是装的 彰显了同类的心有灵犀 露出了没错我懂你那种发自肺腑的狂喜 一个大浪冲过来的时候 你加速到最快 好刺激 会飞起来你知道吗 可能这是延续的过去偶像剧的套路 豪门的 才是浪漫的 仿佛是看公主王子的舞会 门当户对 更容易看对眼 DA 屏幕前的观众 谁要get你们心动的信号呢 普通人的快乐是什么 是发现外卖优惠券膨胀 听多多砍一刀成功 今天不用加班 家人身体健康 或是到家早不用给风潮贵五毛超时费 就已经很开心了 但对恋宗来说 在罗曼蒂克消亡的时代 唯有两种物质才配通过爱情的门禁 他们一个叫颜值 一个叫金币 关键是他们真的可以像偶像剧里面一样 一边干着光鲜的工作 一边还能有大把时间约会 打卡各种浪漫之旅 而更多的普通人 光是一份工作就耗光了元气吧 看着他们的心动 在各种高端话题中跟不插不进去嘴的观众 估计切实地感受到了心思的信号 爱情这东西 我没那种命啊 轮也不会轮到我 主打结构和反讽的恋学 不过是普通人唯一可以利用并拿来反击的武器 03 抽象的网络 折叠的现实 雨果在《笑面人》里写道 黄金的体积每年要磨去1400分之一 这就是所谓损耗 因此全世界流通的14亿金子每年要损耗100万 这100万黄金化作灰尘 飞扬飘荡 变成轻的能够吸入呼出的原子 这种吸入剂像重担一样 压在人的良心上 跟灵魂且的化学作用 下一句是使富人变得傲慢穷人变得凶狠 在同一时间和恋学全网爆火的 世国产剧居高临下的二本文学 我这个不思进取的二本 别耽误你 二本的人让我开心 我就愿意跟二本的人在一块 怎么 谈恋爱也要看分数吗 985的谈恋爱更专业 单看这个月那些站在流量巅峰的热搜 我们就不由地深思 到底是什么样魔幻的力量 能够让一块空间的虚构和现实分化到这个地步 使为观众而生的影视综艺 竟然调转过头来主动与现实割裂 说到这 思想起前年的一部神剧《我的解放日志》 剧中的治理名言 治愈着每一个被苦难美学摧残的东亚人 提醒我们没工作 没钱 缺爱 灵社交这样的问题 不是绝症 而是大多数人与你都会经历的共同阶段 而不是站在高处不胜寒的位置 提醒尼沙记下的大多数 没有爱情 没有钱 没有人关注自己 这才是我们应该去面对的现实